慢点儿 慢点儿 没有啊 很好 你怎么喝成这样 从来没喝成这样的屋 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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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酬你怎么在啊 敢巧 怎么了吧你 是不是又密谋什么事儿呢 密什么谋啊 蝶燃戏呢 随便 人跟我没关系 我走了 拉你一段吧 行 搭个顺风车呗 孟总 孟总 你让我喜欢她 不行啊 嗯 你今儿不许叫我 你叫我失魁啊 你失魁 这样 这样我不好 这样不好 你失魁 失魁 爸 找个地方再喝两杯啊 疯了吧你 喝成这样了还喝 喝大了谁送你回家 我又不是回家 不是吧 好像一直是你喝大了 我送你回家的 不一样好吗 我焦小玲笼你人高马大的 我哪弄得动你啊 对了 沈总今天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 他最近闹心事多倍 压力大 借酒交仇 不是 除了那样的事 谁能不发愁啊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吴世奎 你说 他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夫妻之间有什么事 不能好好说呀 非得勾心斗角 你别五十步笑百步了 你要这么想得开 干吗还跟庄子姐离婚呢 你这人太不善良了 我们这能一样吗 我是让人算计了 沈总也是被算计的 那就好说好散呗 反正现在离婚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沈总还算年轻 又漂亮又有钱 还可以找个更好的嘛 你说得清楚 你这个好说好算啊 就意味着无适合要分去 半个飞龙公司 沈总能源移民 我前人也太烦了 那他打算怎么办啊 他打算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 不过我能确定有一点 和我们相关 和我们相关 百合 你听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局面 沈总要在集团内 培养自己的势力 而且他看好人 他再看好我 我不也就公司一员工吗 你怎么有点政治头脑都没有 对政治有什么关系 办公室政治 行了 不就是把简直的事情复杂化 我跟你说 你如果现在要和沈总合作 就能够班倒里添交 你就能够回到店长的位置上 小看我 我就算要回到店长的位置 我得靠自己实力 而不是靠这种关系 要不然我心里该内疚的 李天江那么对你 一直找机会整 你就能这么一直忍下去 没有说一直忍 我要反击 我也得光明正大的 对吧 要不然我跟他有什么两样 你说有什么两样 不用在那儿冷笑 知道你想什么 不就觉得我傻吗 傻人有傻夫 搞那些阴谋诡计多累啊 生活这么美好 我才不愿意干那些 鸡毛狗盗的事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以为谁都跟你想的一样 我不要求别人跟我一样 我只要求我自己是这样 我都这样活了三十多年了 虽然确实没有什么成就 但是有一点 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踏实 不用费尽心机 绞尽脑汁 这种感觉特别好 特别好 你都这么惨了 还觉得特别好 这话说的 谁还没有走卖城的时候啊 我看你就是阿Q精神 精神胜利法嘛 你啊就是个 没心没肺的乐观主义者 那你呢 你是哪种类型啊 你是没事找抽的 冷血主义者 冷血 你不冷血吗 你爸爸都要病危了 你都不愿意回去看看他 还不冷血 是不是陈慈又跟你胡说八道了 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自己判断 你爸你妈离婚十五年了吧 你妈妈是因为抑郁中自杀的 所以你一直不肯原谅你爸和陈慈 本和你听着 如果没有他们俩 我妈现在就不会死 我知道这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可不可以理智一点小问题 你妈妈是因为生病自杀的 而且那样的病在那个时候 大家根本都不懂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的死跟你爸没有直接关系 跟陈慈更没有直接 这件事情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确实是在多管闲事 我觉得你太累了 你把这些包袱全背在自己身上 你多痛苦啊 你爸跟陈慈更痛苦了 痛苦 这就是他们应得的 这是他们的报应 你还说你不能学 那是你爸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 过分啊 过分 你根本就不明白一个孩子 从小到大没有爸妈的痛苦 这种孤独 这种记忆 我从来没见过我亲妈 你信吗 我妈生活的时候就死了 后来我爸给我找了一后妈 她自己也没活多久 我是跟着后妈长大的 至于我那个极品后妈呢 好吃 懒做 赌钱 骂街 好几回差点把我整死 就算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她 很简单 有她的地方我觉得是家 后妈也是妈 我失去的东西比你多多了 所以我更懂得什么叫珍惜 我忘了你自己的事情 你家在那边 你真的很烦 你家 你家 昨天一晚上你去哪儿了 打你手机也不回 我没去哪儿 就是去了一个闺蜜那儿 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咱俩现在结婚还不成熟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我去找工作 努力挣钱 一定不让你过上苦日子 紫月 我 还是等你找到工作再说吧 好 好 怎么样同志们 我的网店总算是重新开张了 这么容易到时候找姐妹都给你捧场 够意思 你得多发动点去给你写那好评 这还用发动吗 人觉得好自己就给好评啊 你得运作公关具体的我也不太懂 我知道我知道 有那种专门的什么什么公司 然后说说如果有人给你写了差评 他就帮你威胁买家 让他改成好评 你说的公关公司还是黑社会呀 聊得挺开心的啊 都不用上班了 大姐 现在是休息时间 百合的网店重新开张 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 叶百合 你业余的时间开网店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麻烦你上班的时间 不要干私活好吧 我没有干私活啊 我只是给他们俩看了一眼 那谁证明你就是看了一眼呢 我 都是同事别那么计较 上班上班上班 诚心开张喽 至少 只要不打个跌分 进来 你叫 找我 超花 快进来坐 我外边还有事呢 坐 继续 川花 我之前嘱咐你的事 你都忘了吧 什么事 帮我盯着叶百合呀 他的事都跟我汇报啊 他对你没什么事 没事吗 川花啊 你这个人就是喜欢霍悉你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谁也不得罪 就是吗 大家都是出来挣钱养家的 何必你死我活的呢 我跟你说啊 我和叶百合之间 就是你死我活的 他没干什么碍着你的事 他对我不步紧逼 你看不出来吗 还处处在我面前强出头 我告诉你啊 他叶百合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李天娇是不会被打败的 没那么严重吧 不跟你废话 超红啊 这样 你就帮我弄清楚 他那个网店的状况 什么状况 你把网页打开不都看着吗 我还不知道看网页啊 我是不是正在看呢吗 我是要知道 他们店的运营情况 包括进货渠道成本 还有营业额什么的 他的店刚重新开枪 哪有什么营业额呀 我还跟你说话你怎么不明白呢 我的意思是 以前的和以后的所有的信息 我都要知道 好吗 这都是商业机密 他怎么会告诉我 这话 这么简单的事 不用我教你吧 华先生 很抱歉啊 因为那之前的所作所为呀 有为我公司的用人理念 所以呀 您被判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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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我知道我以前犯不错误 我也接受惩罚了 我希望咱们能给我一次机会 对不起啊 我们是公司 不是收容所 我对待遇没要求 我可以从最底层工作做起 您就别为难我了 不但是我们公司 而且啊 就对其他的兄弟公司啊 都很难接受你们 我劝您啊 不妨换个行业试试 除了猪胞 我不会敢变的 您不是说 要从最底层重新开始吗 这个换一个新的行业 有什么区别呢 我 好好 行行行 好了 我 买了 喝 又来拍马屁啊 今天也要放学 你来接豆豆 网店的事怎么样了 我重新开张了 对了 我最近正在优惠大酬兵呢 让你一些朋友来捧捧场呗 真的特别划算 没问题 店里出了点事 没什么影响吧 当然有影响了 近段时间销量 肯定是上不去了 你那个 你脑子好使 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没问题啊 请我吃饭 哪有你这样的 厨艺还没出呢 管不管用也不好说 怎么就管人要饭吃呢 合适吗 边吃边聊嘛 我肯定给你出个好主意 我欠着行不行 我今儿得接豆豆回家 行 那说好了啊 不许来这儿 你顿饭啊 谁来你这样啊 吃什么我说算啊 行行行行 行 开始了 其实啊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挽回声誉 也就是危机公关 我知道啊 该做的我都做了 任打任烦啊 你现在碰到的问题 你和菲隆律司碰到的问题 是一样的 只要赵方抓药就行 公关啊 那得花多少钱啊 我可没那么多钱 你脑子怎么那么轴呢 公司现在不就是 在做公关吗 我跟几个记者 不是说我让他们 稍带着给你写一稿 一分钱都不用花 你 这 太好了啊 这会儿占公司便宜了 那又什么呀 反正记者也要 为公司做事的嘛 对不对 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素材 这是 这是 就算有大媒体报道过 我这么小一个网站 有人看吗 你怎么那么笨哪 这大媒体报道完了 你就转到自己的网站上 大媒体报道完了 那才有问题 有点道理 夏威吃饭的时候 我把我那两个记者 叫着你们好好聊聊 不是 那叫记者不都说正事吗 怎么也得吃饭 不出饭怎么聊啊 吃吃吃吃吃 你现在就赶紧地回去 想一些感人肺腑的事情 你怎么才能感人肺腑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你被别人骗得有多可怜 你怎么样去勇于承担的责任 你要去给那些 买了假猪宝的买家 给他们无谓的赔偿 他们不知道 连续主动地上赶着通知人家 为了做这些泥企业 全部倾家当上 倾家当 太夸张了吧 做新闻嘛 当然要狗血了 不狗血怎么抓眼球啊 那这样 把你的事情告诉那些 知音女杂志的编辑 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很清楚 一个被前夫和小三 陷害得离了婚的老女人 等 等 等 说谁是老女人呢 不是 没什么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同情 同情 不需要人同情 行了 甭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昨天跟你说那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装什么算呀 回家看你爸 你是不是最近 萝卜吃多了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你要是回了家 就是这儿八经的富二代了 我万一缺钱的话 我帮你借点钱 不是方便点吗 百合姐 你怎么突然 憋得这么聪明了 盼着我走呢 谁给你出主意啊 你一天大晚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乖烦人了 来 舅妈 兜兜 哎 我先这么着吧 那事就是这么定了啊 就记者的事啊 兜兜 行行行行 好了 要一头汗 给你连我了 帮给我 快要喝 好 行了 罗晨 你怎么了 怎么怪怪呢 是不是进展不顺利 没什么 没什么 你说呀 怎么了 就是最近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全都崩溃 本来以为天经地义 理所应当的东西 全都被颠覆 是个人 谁呀 这么理他 一个女人 一个又蠢又笨的女人 一个女人 女人 那你完了 你完了 我怎么完了 你爱上她了 是吧 别扯了 什么爱不爱的 只是因为我最近做的 每件事都被她吃得死死的 什么意思 你看啊 她的行为方式 在一般人眼里看着 特别的笨 特别的蠢 特别的不可思议 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 她才是对的 我还是不明白 我还不明白 但是只有一个简直 是爱 是不是 我爱 我缺你的爱 罗晨 听我说 你已经单身一年了 你也应该找一个女朋友了 要不然你试一试这个 又蠢又笨的 硬 病啊 你去试试 我支持你 我是啊 那你说一下她的情况 她的沈上八字 她的星座 雪芯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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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傻姑是个满 滚 什么这么乱七八糟的 你去给我找个傻姑去 好啊 我找傻姑 你找你这傻大婶 妈 我回来了 来 坐这儿 坐这儿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工作找得 跑了五六家 等消息呗 估计 口腔 你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 谁还敢用你的 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 就没有几个朋友 咱们这行呢 哪有朋友 现在躲我躲来不及 都是你 活该 没事 你今天就不是赚钱吗 吃软饭啊 多开心啊 阿姨 你说您喝不 走 外合 我知道你心善 我想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没商量啊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我知道没什么好事 您说说看 我现在啊 这体力和精力都有限 所以现在这网购店这个事啊 我有点力不从心了 那要不 咱们请个客服 请客服啊 那请不起啊 我的意思呢 你看这个紫月啊 也闲着呢 你不如让她来帮帮 啊 拿什么啊 我觉得挺合适的 还都别抬啊 妈 别说了 不会干 对不起啊妈 这个 就没得上了 那我还有这儿一半的股份 那我还有这儿一半的股份 可咱们之前说好了 我是首席 网店的运行是归我管的呀 对啊 听首席的啊 他一来 那谁还敢到我们这儿 来买东西啊 那好 我现在身体状况不好 你这个首席来解决吧 那也没什么 大不了豁出去了 CEO他骂我 我来解决 怎么着 行了 你们都别争了 好歹我是个代伴的 我拉不下脸来 饭都吃不上了 还要脸干什么 您就别跟这儿瞎折腾了 行不行啊 这怎么叫瞎折腾呢 您还以为你戏过去啊 当厂长那个时候 调调调调的 现在有个工作就不错了 老爹也挑三件次的 我挑什么活了 我哪儿挑活了 我想好了 不把这行事不干了 大不了换一个行 开出租 扫大件 怎么都行 百合 你 你原来不是还有一个 兼职代价的吗 答 你不占百合的便宜会死啊 反正他不干了 不如介绍给紫月 妈 你少说两句吧 这举手之导啊 真是 我一会儿把电话给你啊 百合 这合适嘛 别让你为难 不为难 话说在头里啊 你在外头别打 百合的名头 我知道 那谢谢啊 我就说我怎么报纸上看呢 你不用谢我 我呢 现在是你债主 我等着你挣钱还债呢 李天驟要有百合十分之一 你都不至于有今天 你可真说亲吗 你也不能饶饶人啊 吃饭 看什么看 你怎么成这样呢 你那酒也不能饶饶人 谁饶谁呀 知道你会儿忘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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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有简历 什么时候能上门 王总 你不问我情况啊 好 那我就问问 你会开车吗 会开车吗 说过受打交通失工吗 没有 今天扣了多少分啊 我是模范司机 不扣分 行了 那就这样吧 一会儿啊 去财务办个手续 财务会跟你谈报酬的事 王 王总 王总 就这么简单啊 老弟啊 找个司机要多复的啊 我跟你说啊 你要好好表现 对于客户要好一点 要是有一起投诉 你就不用干了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我一定好好干 一定好好干 一定好好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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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何 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 这两位可是我们市里的大企业 著名的杨过 犀利的黑刀 杨老师 黑老师 久仰久仰 不敢的 千万别叫老师 喊我们名字就行 是啊 大家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客气 那个 二位想喝点白的 还是皮的呀 我来点皮的吧 那就来点皮的吧 好啊 服务员 先上四瓶啤酒 我是雨妙的 那一瓶儿竟不得是 你又胡说什么呢 没有 这女的要是敢喝 那是真厉害 没有 放开那能喝多少 放开了 放开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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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坐啊 坐啊 来 来 喝一个 什么情况啊 来嘛 安心努力下 好 亲爱的 我找着工作了 什么工作 代价 代价 这也是什么工作啊 这 这跟你以前干的也没关系啊 亲爱的 咱先过渡一下嘛 这工作其实挺好的 时间自由 有活儿通知你 没活儿 你想干吗干吗 我先拿这个工作保个底 骑驴找马呗 厂长变司机 我想好了 珠宝行业现在对我都有成见 肯定都不愿用我 我先换个工作试试 等有机会了我再回来 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生存 别顾着面子了 快等等 你那代价公司叫什么呀 跟叶百合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跟人家百合没有关系 他才是最无辜的 自己被供货商给骗了 又被网站处罚 但是他勇于承担责任啊 我觉得很不错嘛 对啊 现在电子商务啊 是乱象丛生 坑门拐骗的 什么形象都有 前段时间有个网站 专门雇佣打手 去憋客户改插评 简直是无法无天嘛 没错 所以百合这个事情 特别地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地正能 特别值得你们好好地宣传一下 没错 没错 这个选题可以做 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 又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是 榜样 是 我吗 对啊 你就别谦虚了 媒体啊 不仅要打击甲严丑 更要弘扬真善美 否则老百姓就太绝望了 我说啊 这个社会啊 最缺乏的就是陈欣 二位老师 出了这事吧 我觉得我就是做了 我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来来来 喝酒喝酒 走一个 走一个走一个 走一个走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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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都跟你解释多少遍了 本来我妈还让我帮她 打理那网店呢 都让我给拒绝了 打理网店 她什么意思呀她 不是她的意思 是我妈的意思 跟叶百合没关系 鬼才信 叶百合就在向我示威 没有 你还向她说话 你们是不是毫端撕连啊 我天哪 你这冤枉死我了 那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的代价公司 是不是叶百合给你找的 她就是把电话给我 仅次而已 那你一开始怎么不说呀 你就是心里有鬼 所以想瞒着我 我不是怕你多想吗 那心里没鬼 怎么会怕人多想呢 我可以对天发是真的 你少来这一趟 那你想让我怎么着 辞掉这份工 辞了 我好不是找你让我辞了 这个叶百合实在太阴了 他使这一招 就是在挑拨我们 你想得太多了 你看你中计了是吧 他这个人就是会卖行 他拉拢你是为了打击我 他打击你干什么呀 废话 他去给媒体写匿名信 搞得我们俩都倾家荡产了 他现在就是赶尽杀绝 你 亲爱的 你的想法太可怕了 真的 我可怕 你觉得我可怕是吧 行啊 我给你们让路 你跟叶百合过去吧 你干什么去 不要你管 今天你可真帮了我大忙了 谢谢啊 咱俩还客气上 他们不会把我写得特别夸张吧 写成一个女雷锋我可扛不住啊 你可真懂 哪有人怕夸的 不是 不是怕夸 那真是不能太夸张 你太夸张了吧 你做多少你就 你就只能说多少对吧 你太夸张了人家也不信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两个朋友 那可是业内的高手 就是两个字 真的 必须的 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 我现在呢有个想法 我以前的规则是一赔五 现在一赔十 那你要赔死啊 不不卖假货 不就不用赔了吗 经过这么大的事 我还不吸取教训 我必须得把住 进货这个环境 凡是有过劣迹的 来路顾名的商家 我坚决不要 就算成本高一点 我必须得是货真价实 好 有魄力 看来你对你的网店 是很有信心的吧 当然了 你不觉得吗 电子商务是大有未来的 这是我未来的大目标 为了这条长线呢 我现在不能有一点点 占小便宜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没错的 不过我早就告诉你了 飞龙集团危机四伏 不是酒标之地 我刚才跟你说的呢 是一个我美好的愿望 实现起来很困难的 像我这样的人 还只能在公司里边打工 要不然准备了死 想那么多干吗 今儿休息 找个地方待会儿啊 不行 我得回家干活 一天不干不会死的 你看你现在啊 最去到就是放松 彻底地放松 你挺放松的啊 你挺放松的吗 你放松吗 放松啊 没觉着啊 不过我觉着你弄调挺好的 跟我聊会儿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又想和我发你 行了 阿布兰 过来这次是没这点儿了啊 走 你也很快 我知道 vastly 这怎么了 一天没见就想我了 就是呀 那咱们两个心有灵犀啊 我也想你了 怎么 连点点不对啊 刚跟庄子月吵完架 烦死了 吵架了 什么情况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叶百合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阴险了 一直挑拨我们的关系 还有这种情况 我不管了 你帮人家想个招 我制止她 算了 算了 求你也没有用 人家心里不爽 你带我去散心 好 好 好 我带你去爽一爽 今天是托礼佛了啊 很久没有这么开心 这么放松过了 你呀 早就得放松一下 不能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钱是挣不完的 永远都有退路 我一不小心就不知道 被生活的海浪 卷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现在特想我爸 想着我爸在的时候我还挺幸福的 我什么事都有他老人家扛的 你爸对你不错吧 当然了 我是我爸一手拉球大的 你后妈是什么时候见我 我五岁的时候吧 我爸那时候 生意做得不好 心情也不好 老去泡舞厅 就那时候认识我后妈的 一物相爱一物 那时候我爸认识我后妈之后 没想到这么多起来了 家里日子也过好了 那时候我那个后妈 老来家里给我做饭吃了 那时候我那个后妈 那时候我那个后妈 虽然做得特别难吃 虽然做得特别难吃 但是她给了我一种 但是她给了我一种 完整的家里人生 听起来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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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错呀 那对我还行 就她那人实在太奇葩了 真的 脾气特臭 见谁跟谁抬杠 而且又爱占小便宜 爱跳舞 爱赌钱 反正没法弄 脾气呢 直点儿 但是她骂完人吧 就不往心里去 更好吼 像个老小孩 所以呢 我一直跟她关系还行 没有 恶毒后妈女孩的 挺好的 你很幸运 至少是 不信中的万幸吧 所以吧 我总觉得 人 没有绝对好人和坏人 对我多明信 就看你站到哪个角度上看了 尤其是互相不了解的人 容易有误会 这就是矛盾产生 最主要的原因 就像你爸跟你后妈 不一定是坏人 是吗 我开心的是他们的妈 你 多长时间没见过你爸 我最后一次见她 是在我妈的葬的身上 这么久了 他们也没找过你吗 找了 但我不想见他们 他们平时和我唯一的联系 就是每次按时 把这些护养会 帮到我们当中 等到我上了大学 就可以自己打过程序 就把账户注销了 那陈阿姨呢 什么陈阿姨 我根本就不认识 直到最近她来找过我 我们算是说过几次报 所以说啊 你这些人多不公平啊 如果你可以试着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刚才自个儿也说了 你都不认识她 也不了解她 那你怎么就能认定 她一定是个坏人呢 说实话我最近跟她 接触过几次 我觉得这个阿姨人 挺善良的 问题就在于 我是局中人 不可能以局外人的眼光 你不要忘了 死去的是我这么紧 你还老劝我呢 要放松 不要有压力 我觉得你心里的压力 比我多多了 真的 我能力也有限 你又没有想过 去看看心理医生 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有病啊 不是 我一点都没有嘲笑你 或者开玩笑的意思 现在看心理医生 是很很正常的事情啊 你现在这种情况 至少属于心理亚健康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吧 你呢 如果可以试着去原谅别人 其实是对自己好 你不觉得吗 那样的话 你会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 试试吧 没那么难的 行啊 你倒过来劝我啊 哎 你我觉着你有做 谈判专家的钱 不我跟你说啊 我跟他们是个死结 像个人样吧 一家人能有多大个死结啊 再说了 你好好想想 那么大一笔家产等着你去继承 你不想要吗 要是我 我早就扑过去了 你就这么一说你不会的 我是说